至于今天的十点不一样精选 我们先来看 很多人有买房的梦想 但是房价真的是居高不下 现在使用而不拥有 成为新兴的居住选项 房屋市场有所谓的地上全住宅 有机会以市价的七成入住蛋黄区 但是有使用的情限 而且没有土地所有权 为了解决房价的问题 政府寄出了这样的政策 要推概念类似的使用全住宅 是否能够真的解决居住正义吗 还要观察 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旁 市中心闹钟取静生活机能 加蛋黄中的蛋黄 周边房价难以想象 像这种物件来说 附近的都是要在 两千多到三千万这样子 32岁的方浩在这置产 新建案还在盖 当初入手价格却是附近房价的六到七折 原来他买的是所谓的地上全住宅 那个差距上是会很有感的 地上全只有使用土地的权利 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地上全住宅则是只有地上建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而没有土地权状的住宅 市场上的地上全住宅大多是政府释出的国有地 建物产权的部分则属于建商 60年一到你就是要还屋子给人家 就是有点像是一种长租契约的概念 地上全住宅的优点包括 比一般住宅便宜 不用缴地价税 转手时不必课征土地增值税 以优惠价入住蛋黄区等 缺点则是有使用期限 到期后要拆屋还地 转手价值低 贷款条件差 还要缴交地租 过去的这个地上全住宅是由政府来标售土地 那建商赴权利金去标下之后再来盖房子 比较适合西下没有子女的这种老人长者 甚至现在有一些同性的婚姻组 或者是你以后没有打算生小孩的顶客组 你未来没有遗产传承的一个问题的话 是蛮适合 以台北市为例2021年推出的三个地上全住宅建案 一年内完售 也就是说尽管有所限制 地上全住宅还是能满足特定族群需求 比如说这位林小姐 特写快离我们没有男朋友 养了三只狗 四只猫 45岁从事服务业的林小姐 单身未婚 对她来说 买房想要省钱又省事 可能也不会组织家庭或者是有下一代 我可能只能把我这一代的生活 就是先照顾好 没有办法有余力 或者是说可以再去担心下一代 就是可以组成 或者是说以后会有一些遗产 台北居大不易 想要有个安身立民之处 又不用考虑未来组成问题 当初寻找标的 林小姐就直接瞄准地上全住宅物件 买房不容易啊 新北现在的房价都大概50万起跳 台北市的房价那就更不用讲了 那如果我选择地上全的房子的话 可能入手30万左右 对我们这种寿星阶级来讲的话 比较容易入门 去年第二季房价所得比全台为9.69倍 等于要快10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 台北市房价所得比高达16.17倍 买房要得不吃不喝16年 买屋不买地的地上全住宅 产品越来越多 挑战国人有土私有才的传统观念 政府打炒房又出新招 内政部跟财政部共同研议 要在今年上半年 在双北推出使用权住宅 让民众用较低的价格 跟政府购买2、30年的房屋长期使用权 扣除土地成本 使用费与社会住宅一般户 月租金差距不大 取得后禁止转售 使用权住宅的目标族群 就是针对租得起却买不起的民众 现在社会住宅来讲 最长只能租6年而言 大部分的购物组会有居无定所的问题 现在政府要推的使用权住宅 它是倾向一个长期租赁的概念 我们台湾的法源上 并没有地上权到期 还可以再展延续租的一个潜力出现 那你在像香港跟中国 其实到期之后 通常还是可以再续租 以香港来讲 70年到起还可以再租个20年 目前方向会明定最低使用年限 但不会限制最长年限 还要订定排付条款 但台湾人对于你的房子 不是你的房子这件事情 还是会有所顾虑 政策能否解决居住正义 民众接受度高不高 会是关键 TVBS新闻 陈入环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府年后举办了第一场的大型真材活动 56家厂商开出了3000多个职圈 主要是以服务零售业为首 而再来就是科技制造业 业者表示疫情之后呢 人力需求大增 但是专家学者表示 受到了出口衰退的影响 无薪价的人增多 那么失业率恐怕会下降 市调公司也表示呢 有发现四成二的民众因为经济问题 其实生活还是感到痛苦 询问者求职各项细节 另一段专员耐心回答 为了找到合适工作 民众年后动起来 新北市府真材会上 桌子坐满满 写履历等待好机会 过年之后 新北市政府办的第一场大型真材活动 可以看到现场来了非常多的求职者 然后在疫情过后 整体复苏 对于餐饮人力的需求 也慢慢提升 最高的话 像我们督导的职缺的话 其实整体的年薪80到100 其实都不会是问题 我们当然会希望 如果说有10到20位以上 当然是我们最理想的目标 看好疫后复苏带来的极大商机 餐饮业者摩拳插掌 国际餐饮公司 寄出月薪4万以上招募营运专才 另外海外加大力道扩点 需要大量的人才前往海外工作 开出职缺求财若渴 另一家连锁餐饮业者 往上开出月薪45k的待遇 积极抢人 目前因为展店 再加上其实近年来的少子化 包含整个商圈的部分 我们今年大概整个职缺 大概有100到150位 包含内外厂的储备干部 还有正职人员 兼职人员也是 那再来是我们的整个薪资福利的部分 也有比往年在做调整 去年的调性大概有来到5%左右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 这一次真财开出3000个职缺 其中最多的就是服务业跟零售量饭业 占3成4 科技制造业占3成 旅宿餐饮业占2成7 今年一二月假期长 工作天数短 消费用餐机会多也需要更多人力 而在调新跟加新方面 今年企业的意愿可以说是双双下滑的 今年有4成5的企业在地季有调新计划 不过比起去年的5成3呢 调新的意愿是略幅下滑的 来观察加新的幅度也发现说 今年渴望平均调新3.7% 又比去年的4.6%是下滑了将近一趴 所以整体而言呢 不管是厂商的调新意愿 还是加新幅度都呈现了双降的趋势 虽然疫情舒缓迎来复苏潮 企业纷纷开始争财 但有学者忧心来年失业率恐怕会上扬 主因在于出口衰退 可能短期内失业率跟无薪价会跟着攀高 内需产业像是餐饮名秀业薪资水平 普遍低于出口产业 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失业率提升 以及平均薪资下滑的情况 很多人是属于这个 就是所谓的无薪价 大量节骨之后 他可能要重新人事布局的调整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失业率数据 是一个总和起来的平均数值 但刚刚这中间的变化跟波动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从失业率看到 部分学者认为 台湾经济成长率仍旧门保二 今年失业状况不会到太差 后疫情时代 政府可能扒放现金 在内需增强的情况之下 就业市场呈现稳中透强 也许没有那么悲观 但特定产业或中小企业 可能冲击是大的 但是有一些的内需产业 在疫后反而是开始在回温 像什么健身器材等等 这些都是往上走的趋势 2022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百分之二点七一 薪资涨幅程度远追不上物价飙涨 让民众生活难熬 根据Money 101试掉资料 高到百分之四十二点七三的民众感到痛苦 行政客百分之十六点四五 严重影响基本的生活开销 台湾的这一个就业市场是去缓和 那今年呢 有可能会因为国际上的那一个出口呢 有辞职 所以呢 今年很多人都会认为 就是说可能会景气比较不好 不过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今年的就业的状况呢 因为这个内需市场的还是保持活络 所以呢 冲击并没有想象的大 大开只为抢人补缺 但如何长久发展稳定经济 成了役后复苏的重要关键 T略新闻何将来一名台北参谋报道 有知名外国旅游网站公布了全球50个 最适合打卡的地方 斯里兰卡曾经排名世界第九 还迎过了澳洲雪梨跟日本东京 斯里兰卡呢 也是许多西方背包客最爱的旅游景点 但这个国家却在2022年的7月 宣告国家破产 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跟社会动乱 许多游客也因此却步 那么进入2023年 这个被称为印度洋上珍珠的岛屿国家 渡过了这些国家崩盘的危机吗 来看我们的报道 我现在在斯里兰卡的首都可伦坡 而这里呢是这个可伦坡的总统关顶 我们看到现在这边警戒森严 有警方而且这边还拉上封锁线 2022年7月的时候呢 当时这边曾经有60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争 甚至呢还直接攻进去占领了总统府 因为当时呢 斯里兰卡政府呢宣告破产 粮食还有燃料严重的不足 加油站加不到油 那么到银行挤兑也领不出钱 所以当时的这个状况非常的混乱 动乱的情况之下呢 甚至让国际许多的国家呢 都提升了对斯里兰卡的旅游警戒 不过不到半年的现在2023年初 现在斯里兰卡当地是什么样的模样 能够来到这边旅游吗 还有他们重点是一切的民众生活 回到正常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曾经因缺乏燃料 不止人民私家车 连公车火车等公共运输工具 都曾在2022年陷入必须停时窘境的斯里兰卡 现在热闹街上 车声喇叭声不绝于耳 代表这个国家的活力回来了 看到外国联孔 斯里兰卡民众总是恶情 对国家破产和未来的担忧 好像没写在脸上 不过银行没再出现民众挤兑现象 加油站也不再加不到油 剩下还影响大家生活的 是跟全球一样 受新冠疫情通膨影响 而回不去的物价 根据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显示 该国的食品价格从2021年开始上涨 2022涨到最高点 以每日必需粮食来说 2019疫情爆发前 大米价格每公斤90卢比 2022年最贵曾到每公斤220 足足涨了144% 现在则是每公斤180左右 再看白糖 2019年是每公斤100卢比 2022年最贵到340 更是暴涨了240% 现在则跌回到每公斤218卢比左右 2022年最贵的 so what's different between last year and now last year and now can see some changes potential changes I mean in a positive way but still prices are prices hasn't got decreased yet still if you know fuel and food and those prices overall it's getting better otherwise yeah there are protests and those things are not happening anymore 這裡是斯里蘭卡的努瓦艾利亞 因為海拔比較高 在英國殖民時期 在當時就是殖民者的一個觀光避暑勝地 那麼到現在 也一直是外國遊客非常喜歡來的一個觀光景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小的山城 其實大大小小的民宿飯店就有300多間 像我現在站的這個小巷口 可以看到一整面牆全部都是飯店或者是民宿的招牌 以後全球觀光業復蘇努瓦艾利亞這個小山城 也再度迎來外國遊客 下個月是中國新年 很多人來這裡 不少飯店民宿甚至重新裝潢 在這邊可以感受到斯里蘭卡的觀光旅遊 並沒受到太多國家破產的影響 外國遊客陸續回流 你有任何不便宜嗎 關於旅行或交易金錢或其他東西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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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我們每次都坐在旅行 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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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很簡單 有兩千兩百萬人口的斯里蘭卡 疫情前每年可吸引三倍人口的觀光客消費 旅遊業是斯里蘭卡最大的外匯收入來源之一 現在就等一切慢慢復蘇 至於國家破產 斯里蘭卡新政府也積極整頓經濟 尋求印度 中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 這麼多人 老外在這邊坐這個火車 不是只有這一切 就是說 他的旅遊我認為已經上來了 那就是他恢復得很快的原因 當然有很多故事是說 有艾美普的協助他 有印度的協助 但答案是這麼快速就上來 而且光哥來這邊的感覺 你不會覺得不安 不會有一種破敗的感覺 他就是非常 就像我們一般的生活 這個裡面的宗教力量 我想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處處可見充滿歷史年代的廟宇 和虔誠的信徒 宗教信仰對斯伊蘭卡民眾來說 或許是看著新政府 利品解決破產危機之外 另一股穩定的力量 也讓人民有信心 這顆印度洋上的珍珠 未來會再度閃耀 根據推估2026年 台灣可能邁入超高齡社會 年紀越大 像是跌倒 退化性關節炎 這些比例也就越高 也因此骨骼衣材 市場現在變得很夯 在過去骨骼衣材 都是以歐美產品為主 那麼現在有怎麼樣的一個改變 繼續來看看 我們一般人其實膝關節內側受力天生就是比較大的 所以內側特別容易的磨損 那保溪手術它的原理其實就有點像這個輪胎定位一樣 輪胎定位你跑掉的時候它就會一直磨單邊 那磨單邊之後呢我們當然可以透過紅外線 把這輪胎矯正回來它就不會持續的一直磨損 很多人飽受退化性關節炎之苦 有超過九成會做人工關節治患 現在有生技公司是台灣第一個利用3D列印技術 把病患的X光電腦斷層影像 在電腦裡做模型重建 做出像這樣的手術導板 幫助醫生在手術中確定矯正的量有多少 而不一定要換人工關節 人工關節當然需要把我們的膝關節 它受損的部分就整個都切掉 換成人工的 那我們現在在推的所謂保溪的產品 就是把你的膝關節保留下來 因為一個是人工的 一個是媽媽給的 天然的 一定是天然的比較好 那我們透過一個所謂矯正的手術 也就是說過去呢 其實在做這樣子保溪手術的時候 醫師要做手術 這個手術呢 包含你這個切的位置 角度 深度 包含要矯正多少 其實都是非常難掌握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透過3D列印的一個技術 來突破這個點 那過去呢 這個保溪手術他其實只能夠徒手來做 所以非常的不精準 導致醫生呢 他可能做的醫院也比較低 病人術後的預期的效果也比較不穩定 簡單來說就是手術中把量身定做的導板 放進身體裡 來瞧你小腿骨的角度 主要分成三大類產品 脊椎 關節和骨折 在過去骨骼衣材都是進口歐美的產品 但西方人的骨骼用在東方人身上總是KK的 台灣這家生技公司他們和醫院合作 累計900個臨床病例 建立全台唯一的亞洲人骨骼資料庫 打造適合東方人的骨骼衣材 骨骼曲率跟歐美廠商 亞洲人的確跟歐美廠商不太一樣 在台灣也沒有這樣子針對我們亞洲人 針對我們台灣人 不論是身高或者是曲率大小 就像一件西裝一樣 然後對我們台灣而言 我們不可能串得下歐美size 可能S號或是M號 因為它有剪裁的問題 它不是只有大小 台灣的加工廠其實是非常有經驗的 因為拜電子業是所賜 拜這些傳產的這種工具機的廠商 其實台灣的加工技術能量是非常非常好 甚至於在台灣的加工廠 早就已經幫這些國際的大廠加工過了 台廠看到谷外科商機 想攻破歐美長期佔據的全球骨骼衣材市場 而很多國家的人口也越來越老 需求越來越高 根據推估2050年 全球老年人口總數將達到15.49億人 全球創商植入物市場 2020年大約81億美元 2031年將成長到167億美元 以台灣來說 預估2026年全台老年人口比達到20.8% 幾乎達到超高齡社會的標準 醫療市場最大的 其實應該算是有三塊 一個是醫藥 第二個是骨科 第三個是洗腎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就是三塊 很多醫院光那個洗腎 就佔大到兩層的營收 有些單位 就是腎臟科 骨科也是 所以包括有人專門要發展 骨科的一個 為主的一個醫院 醫療市場最新幾年的發展 是相當相當的快的 國外科更是如此 評估起來 你看亞洲人人口多少 差不多三四十億 我光三四十億 如果說能夠做好的話 已經不得了了 所以我為什麼要去copy 外面的廠商的人 然後跟他之間沒有個區隔 以亞洲人種曲率 和3D列印手術工具專利 作為核心競爭優勢 前進國際 TVBS新聞 台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 罹患神經退化疾病的長者 也越來越多 其中巴金森氏症 就屬於盛行率第二高的 神經退化疾病 而巴金森氏症 有主要的四大核心症狀 繼續帶您一起來了解 巴金森氏症主要臨床表現為 顫抖僵硬動作緩慢 與不太不穩 通常由單側的肢體開始發生 經過幾年後 可能進展到雙側肢體都受到影響 其中有八成左右 是原發性巴金森氏症 也就是原因不明 可能與體質環境因素等有關 一般而言如果發病的過程 比較突然進展比較快速 雙側肢體同時發生 對於藥物治療的效果有限 甚至合併嚴重的姿勢性低血壓 眼球活動受限 早期就反覆跌倒或者是失智症 就必須考慮到非典型巴金森氏症的可能性 巴金森氏症它是一個神經退化一些疾病 顧名思義就是它是會緩慢退化的 目前我們在市面上有蠻多的藥物 可以用來控制這些症狀 包含說減緩這個肢體僵硬 減少顫抖等等的問題 那如果能夠獲得良好的控制 其實對病人的生活品質都能有顯著的改善 當然到比較晚期可能有些人對藥物變得反應比較差 或者甚至出現一些藥物引起的異動症等等的病發症 這個時候仍然有其他的方式 例如說聲部腦刺激等等的手術的方式 能夠來進行症狀的治療 也有少數是刺發性巴金森氏症 是因為中風、藥物等因素所造成 如果反覆在肌底核發生小中風 可能會產生下肢僵硬、走路不穩等 巴金森氏症的症狀 在藥物方面 如果長期使用某些促進腸胃蠕動的藥物 止吐藥、治療頭暈的藥 或幫助情緒或睡眠的藥物 都有可能造成巴金森氏症的症狀 醫師指出有一名55歲個案 因為長期單側肩膀痠痛 走路不穩出現小碎部 以為是關節發炎退化所引起 到骨科門診經過詳細的檢查後 並無特殊異常 最後到神經內科就醫檢查 才發現罹患巴金深視症 因為走路如果有困難的話 有很多的因素在 當然我們先從比較常見的問題 像例如糖尿病 糖尿病的話很容易合併神經病變 所以你可能會合併有腳的麻辣痛 或是沒有力量這樣子 當然走路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有點困難 巴金深視症離病初期 不容易被察覺 許多病患並非典型的阻塑 比如說肩膀僵硬 痠痛走路不協調 甚至病人阻塑 嗅覺變差 睡眠不好 晚上拳打腳踢等情形 這些都可能是巴金深視症的前掌 初步的自我檢測 步驟很簡單 只要把左右手打開 把大拇指跟食指這樣連續開合25下來判斷 如果發現動作變慢 速度改變 停頓打不開 或者是開合大小改變 就有可能是巴金深病 巴金深視症本身是一個退化性疾病 是不可逆的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根據國外統計 巴金深視症盛行率大概是1000人當中 會有1到3人 在台灣統計數據 是1萬人之中 會有1到3人 台灣的病患可能在很早期的時候 並沒有意識到 他是一個巴金深視症的病人 而延誤了就醫的時機 那65隊到80歲的時候 反而是慢慢的症狀嚴重出來之後 我們就追上了國外的盛行率 造成類似巴金深視病的疾病 那他基本的病因是 源自於腦部的一種 叫做所謂的多巴胺的神經元 缺乏所造成的 動作變得緩慢 肢體僵硬 或者是出現靜止性的手部 或肢體的顫抖 那有出現這些症狀 就有可能暗示是一個 早期的巴金深視症 但相關的診斷 還有一些間別診斷 仍然需要透過專業的神經科醫師評估 醫師提醒 罹患巴金深視症 務必定期回診 也要搭配 復健物理治療 運動等 都是很有效的治療效果 巴金深視症 疾病是一種慢性疾病 與三高一樣 必須規律服藥 學習與疾病共存 不需過度悲傷 積極治療 TVBS新聞 張正安 焦漢文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小鈴鐺 小鈴鐺